主场第一个发言的全让给郭台宁 马英九便听众和吴敦义底下排排座 我想借用敬重的韩市长的一句话 因为他的口才实在比我好太多了 优秀农民发大财 设定主题要讲的是全球经济 郭董怎么讲着讲着 就来到韩国瑜最重视的农业发展 不止上午演讲 下午蓝巨头齐聚 原装论坛再蹭韩 他本来叫高雄要到北漂了 后来我们把他留在高雄 就在韩市长那里 我想有一天可以帮助高雄 因为市长在这里 云林因为市长是云林的女婿 提到青创投资 难道还找来装脚在台下先败 话讲到一半话题 再回到韩国瑜 连两度提港督 似乎无视卡在中间的主人 逼得韩国瑜只能拱手作一 笑笑回应 我们来本来是一个经济原作论坛 最后可能因为引言人的气氛 慢慢慢慢导到 总统大选的那个辩论会的感觉 或者是发表会的样子 所以我就比较很多话 比较不好讲 其实很明显 我觉得这一场会议 不管是有这么有 刚好有人就跟他一打一唱 这样讲的这些东西 那再加上马前总统对他 好像也有一些特别预意的一些动作 那这个很显然对郭台铭来讲 这个绝对是他主场的一个范围之内 对韩国瑜来讲 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他向来都是 以就是反客为主 然后直接突破了 圆桌经济论坛 明明是马英九主场 却整场像是在替郭台铭选总统暖场 只是来赢谁是人气王 从进场呼声就知道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